哈喽大家好,我是非暴力工作坊的毕业生 我会参加这个非暴力以前的我是非常暴力的人 我是不去听人家讲东西 我觉得那样东西是对的,就是对 现在当我上了这个课程过后 我会去同理我自己跟别人 会去想才来去行动这么一样东西 会学会聆听,会去沟通 不会用那种暴力的方式 脾气也会变成减少了 在这里会想到很多方案去解决每样东西 过后会认识到很多Bibi的沟通的方式 应该要怎样去运用 在工作上跟家人的身上 平时我就不会去聆听他们所讲的东西 上了这个课程过后 我会先听了他们的东西 过后再给意见应该要怎样去解决 还没有上非暴力的课程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很暴力 我觉得我没有很暴力 过后我就去上了这个课程 我觉得原来我平时的脾气是这么不好 这么的暴力 上了过后我就 真的是我自己个人的情绪 讲话态度都会不一样了 因为我在我的家人跟我讲了 你在上什么课程啊 为什么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啊 我说我去学习 提升我自己个人的价值 我很谢谢Dee Spring给了我这个课程 我看你不是轻易经装的那种课程 我看你能不能够 十字幕 liber论 我好看你 慢慢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